Hello 大家好 今次跟大家介紹一支福倫達羅頓51光圈的ASPERICRO鏡頭 這支鏡頭究竟有什麼特點呢? 就是它前面有一塊炎磨的飛球面鏡 就是這塊GRANDING ASPERICRO鏡頭 飛球面鏡的製作過程 可以將玻璃融合 搗帽去做出來 這一樣會比較快手腳一點 做了一塊飛球面鏡 而這塊鏡真的用機磨出來 用機磨出來時間和工序就會增加很多 複製都不計成本地做了這支鏡 根據官方網站就說 這塊飛球面鏡就會令到那個影像更加清晰 這支鏡就有一個金屬遮光罩 裡面就有一個絲絨防反光 這東西都幾細心 我覺得都做得幾高級的 吸回去就有個位置 拎一拎就OK了 非常之方便 鏡頭就是484g 500g都不夠 在一支一光圈的大光圈鏡來說 都是非常之細枝的 有12片光圈葉 還有9片7組的結構 最近對焦距離就是0.9米 我覺得0.9米都OK的 因為這支大光圈鏡 通常我都會用來拍攝人多 其實福倫達的鏡頭 我們玩拉架的人 除了買拉架鏡之外 第二個選擇就是買福仔鏡 因為福倫達的鏡頭 亦都出了不少的MMR 可以用M機來使用 而今次這支51.0光圈的鏡頭 亦都被譽為福倫達的Lockteless 用這些大光圈鏡 通常我都是用來拍攝人 即是拍攝美女 拍攝人為何會用大光圈鏡呢 因為散景會美麗 分離感亦都會美麗 令到主體比較突出 你拍攝人的時候 集中在人像裏面 以及看這麽美麗的散景 都是非常之美的 但是有一個用大光圈鏡的心得 就想分享一下 其實日光日白去用一支一光圈的鏡頭的時候 你見到只是散景美麗 但是一個立體感 不是那麽突出的主體 我通常都會在一些低光環境 暗些的環境 日落或者室內的時候 就會用一支大光圈鏡 因為一光圈 它吸光的能力非常之敏感 很微弱的光線都會拍到的了 那我就可以分享一下 看一下這張照片 這次就是跟我女朋友 去一個國內的草泡火車站 在裏面就有一些綠皮火車 因為以前我們回大陸坐的那些綠皮火車 裡面的環境就會比較暗些 光線只有外面的自然光透進來 而那一天我記得不是太大太陽 都是一些很柔和的光線透進來 你們看到這張照片 拍出來的影像是很舒服的 還有光線透進來的感覺 過度非常之美的 那你會看回 其實一光圈 我覺得這支鏡子都很濕的了 用一傳開光圈來講 但是呢 看回那個暗角位 拍出來 好有氣氛 這支鏡子真的 做到不錯的 好 另外這一張 剛剛看到這個位 就叫女朋友站在窗邊位那裏 還有車廂裡面就會比較暗些 有一個對比在這裡 剛才我都說了 這些一光圈鏡頭 對於它那個吸光是非常之敏感的 你會見到那個光位很美 光位去到暗位的過度都非常之好 你會見到那個光位就是剛剛在窗邊那裏滲進來 有少許陽光滲進來 但是在車廂裡面那個暗位 光位去到暗位的過度都非常之美 後面比較暗些 前面比較乾 所以人就會比較突出些 其他的照片 再看看這張 對 這個相會比較漂亮 女朋友就是在車廂裡面 我外面就拍照 你看到外面的陽光也都不是很大 其實這些光線就是非常之美的 很柔和 再按下去女朋友的臉 那裏 其實裡面其實都非常暗的 所以你會見到那個主體會非常之突出 而且這支鏡子拍出來都非常之有氣氛 今次和女友都放假拍照 疫情期間我們都分隔兩地 差不多三年了 能夠兩個人在一起 來到今天其實都不容易 所以我一有時間 都會和她拍照 留多些美麗的回憶 還有拍照 以後再看 我想玩Leica 和其他品牌的相機 最大的分別 就是Leica有一種懲懷 當你用它的時候 特別想和你家人拍照 可能這一種就是 玩Leica的魅力 女朋友雖然不是很美女 都是普通女生一個 但是拍出來的照片 就很有感覺 和拍模特兒就很不同 我想這一樣東西都是 玩Leica的人 很想把照片有感覺 多於美的 其實去遇見 有一個比較好 是有一個比較好 是否是用來 是有一個比較好 是用來的 同樣的 是用來的 自然之間 是用來的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